主将来临 绝目食言 他要揭发黑暗中的隐秘 将自己显示给天下冠名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大家平安 圣父平安 在礼拜一 我们听到耶稣他讲 将来有许多人从东方 从西方来 与亚巴朗 伊萨格 亚克伯 一起参加天国的圣宴 在今天的读经语 我们将听耶稣他给我们预言 天主邀请我们要参加这样的圣宴 我们要吃的是免费的 我们吃的食物是上等的 那酒也是一样的 美酒是成的成酒 所以这么美好的圣宴 那这个就是我们将来 我们将来我们要分享这样的一个喜乐 那耶稣基督要带来 要满全这样的预言 现在我们大家忍醉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圣导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私人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得重罪 为此恳请众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我们的天主 请你以无限神妙的德能 圣化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日后 在你圣子基督光荣的来临时 在永生的喜宴上 是以接受他的亲自宽态 保享天上的佳妖美酒 以上所求 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 耶稣基督 他和你去圣神 永生永往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在西庸山上 万军的上主 要为万民摆设盛宴 有丰富的食物 纯美的陈酒 食物是精选的 美酒是上等的 在这座山上 他要先去那 遮住万民的桑帕 那掩盖各国的恋布 他要永远消除死亡 上主要擦干 每个人脸上的眼泪 要除去他子民 在世界各处 所受的耻辱 因为上主如此说过 到那一天 有人要说 看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拯救我们的天主 这是我们所依赖的上主 我们要因他的救援 而鼓舞喜乐 因为上主的手 停留在这座山上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上主是我的牧者 我实在一无所缺 他使我气息在翠绿的草地上 又领我走进幽静的西水旁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躺住在上主的殿里 为了光荣他的名 领我踏上了正途 纵然我要走过阴森的幽谷 我也不怕凶险 因为有你与我同在 你的目障和目棒 使我欣慰舒畅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言习 在我头上富有 使我的悲绝满意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在我一生的岁月里 常沐浴在你的恩宠与幸福中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在我有生之年 我要常住在上主的殿里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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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主是我们的法官 上主是我们的立法者 上主是我们的君王 他必拯救我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与那心灵同在 共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离开提罗汉其东 来到加利利亚海岸 上的山 坐在那里 于是有许多人 带着瘸子 肠肺 虾子 亚伯和许多其他的病人 来见耶稣 把他们放在他跟前 他便治好了他们 群众看见亚伯说话 肠肺 康复 瘸子 行走 虾子看见都非常惊奇 便送养以色列的天主 耶稣把门徒找来说 我怜悯这一群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了 也没有什么吃的 我不想牵上他们 空子肚子回去 怕他们在路上晕倒 门徒对他说 我们在黄野里 哪里有这么多的食物 使这么多的人吃饱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有多少饼 他们说七个饼 还有几条小鱼 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 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 注谢了 拨开 递给门徒 门徒再分给群众 大家都吃了 也都吃饱了 他们把剩下的碎块 收集了满满七个篮子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 大家平安 在这里大平临 我们会看到 在这里有一段时间的 会看到一些小朋友 他们从还是很小 大概一两岁的 以后慢慢的 现在已经在国小了 如果是之前的话 现在那时候是从 大概是国小 现在已经都成家了 有孩子了 大概在五年之前 看到了一个小朋友 很小 现在已经国小 那时候主日 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来 跟他们玩 他们在吃 弥撒结束 我们在地下 他们在吃他们的一些的 把妈妈带来的一些的食物 我坐在旁边 妈妈就说 你分享给神父 这个小朋友 听到了妈妈说要分享 拿他的饼干就给我 我拿了饼干 我就觉得 本来说要拒绝 所以没关系你吃 但是觉得 为了培养这个小朋友 有这个慷慨的给予 也有这个信心 培养他这样的信心 我就拿了 我就吃了 以后他再拿一片 他吃了 再拿一片给我 我也拿了吃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小朋友 要分享 应该是从小的时候 就这样的培养他们 要做这样的动作 在今天的福音 是耶稣 邀请门徒们 说你们要分享食物 给群众 那门徒们 他们就开始想 有这么多人 在旷野 又是在旷野 什么 商店都没有 那我们从哪里 可以找到这么多食物 要跟他们分享 这个是他们 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但是耶稣就问 你们有几个饼 你们有 你们所有的是什么 那从你们所拥有的 要分享给别人 那这个我们说 我们所拥有的 要去分享 如果站在犹太人的 他们的那个想法 要跟别人分享 分享是最大的 最宝贵的是什么 是救恩 为他们来说 救恩是为犹太人 但是他们可能就忘记了 这个救恩应该不是 只给犹太人 应该是先给犹太人 前面应该有加了一个先 先给犹太人 亚巴兰被造教的时候 他要成为福源 这个福不只是给亚巴兰 跟他的后代 而是透过亚巴兰 跟他的后代 把这个福要分享给别人 所以救恩先给亚巴兰 与他的子宣 但是后来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那这个的分享 我们从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这个成品这个故事 耶稣就要求他们的 你们要跟他们分享 那何况现在呢 是在马多福音里面的 这个成品是第二次成品 而且是发生的是在 应该是外邦地区 在外邦地区发生的 这个奇迹 所以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 耶稣从北部 从其路和其东 他下来 他还没有进入 扎利利亚 他还在外邦人的地区 奇迹发生了 他们要分享 那奇迹发生 最后我们看最后 他们吃饱了 他们说剩下的 他们收集了 剩下有多少 七个蓝 有七个蓝 在今天我们读的是 十五章 马多福音的第十五章 前面的十四章 也有一个成品的故事 十四章的成品的故事 第一个成品 是剩下的有十二个蓝 十二个框 那十二框 那这十二框是代表 犹太人 代表犹太人的十二支派 他们讲来要怎么样 他们要分享 今天的读经义 我们所听到的 是天主的圣验 这十二个支派 要分享天主的圣验 就是要得救恩 但是在第二个成品 就是在外邦人的地区 剩下的有七个蓝 那这七代表是圆满 圆满的就是说 整个的人类 将来要参与这个的救恩 要参与天上的 天国的圣验 这个是耶稣 他所讲的 将来从西 从东都要来 与亚巴朗 与伊萨格 与亚克伯 要分享 这样天上的祈验 救恩 我们开始是为 天主所允许的 给亚巴朗的实现 那因为是耶稣基督的来临 我们在台湾的也有福乐 我们也一样的被邀请 将来在天国里 分享天主的圣验 现在让我们一起把今天的祈祷的意向 奉献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示范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包容 帮助福音的残佛 天主 愿你以生存 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皆以你的旨意 为卷神 求你帮助我们 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安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崇拜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求法是圣王阿弥雅 其诸圣人圣女阿弥雅 终生事故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 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身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 身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这世间的安慰者圣神 亲祝于我们 其一切信有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秀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少出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红衣步伐 并使双位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 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主 愿你的名授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利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里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满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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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满满满 祝父亲爱 我是月色的一个鸟 它为佛意 明朗与小云之心 上渡之光 阿达达达 阿达达达 四次惊吻 3日路